好来看到台东地检署嘱托法务部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 针对已故精神科主任陈明哲医师 涉滩案查扣的27条一公斤黄金 13号办理今天动地黄金拍卖会 吸引不少行家参与竞标 27条的黄金是全数的拍出 共替国库赚进了4513万1000元 参与黄金竞标的民众在展示柜前 仔细地查看待会要拍卖的金条 并在拍卖官宣布开始后开始喊价 前副东精神科主任陈明哲医师 因为涉嫌收受厂商回扣 遭到检方查扣每条一公斤 共27条的不法所得的黄金金条 在经过判决审理后进行法拍变现 13日上午在台中地检署的大厅进行拍卖会 一早就吸引许多民众前来 希望能够减便宜 也来标这个黄金 对 那你想要买几块 应该是一块 一块 最主要是没有看过这个场所 也没有这种经历 说花个五万块 门票来看看这种情景 来标黄金 真的真的要来标 因为现在 那个俄罗斯战争 所以金价会有落差 所以如果是在这个标黄金的过程中有差价的话 那我们民众在这么不景气的经济下 说不定还有一些营头小利 而台东地检署表示 很感谢民众的热情参与 本次27条黄金 皆顺利拍出 共为国库进账4513万1千元 据了解当时这批被查扣的黄金 限制约1900万元 而在事隔15年之后 黄金价格飙涨 依照今天台银金价的换算 涨幅超过两倍 也创下台湾地检黄金拍卖 数量最多 且拍卖总值最高的记录 记者陈静玲台东市报导